大家好,歡迎收看網期趣節目,我是Yammy 田後李文的離世引起亞洲網民關注抑鬱症 收盟人追捧的明星在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下 幻想抑鬱症,最後輕生去世 這次已經不是首個案例 過去有為港人熟知的張國榮等 以後一起去片子了解一下這種常見病症 很多網友正經與李文拼一陽光樂觀 為何會幻想抑鬱症? 其實這是很多人對抑鬱症的誤解 認為患者都是悶悶不樂 對生活毫無興趣的人 不過並不是每個患者都會展現出悲觀狀態 部分人會掩飾抑鬱的一面,戴上微笑面具 令人以為自己生活愉快 這類陽光型抑鬱症患者,對人風笑,背人仇 相比情緒低落型的抑鬱症更具危險性 智商往往來得處不及防 難以及時得到外界幫助 例如美國搖滾樂隊,年輕拍主音 41歲Chester Bennington,2017年自毅身亡 離世前36小時,還與兒子和趁日玩遊戲 不遲受情緒困擾 港人生活壓力大,新冠疫情下,社會狀況低落 確診患有抑鬱症並接受治療的精神科病人數量激增 根據醫管局數據,至至去年12月31日推算數字 由2018至2019年度的56,000人,增至2022至23年度的66,000人 抑鬱症不等同於懷心情,而是一種疾病 患有重度抑鬱症的美國作家 大偉、福士特、華萊斯在小說《無盡的緩少眾》這段文字 相信是對抑鬱症最形象的描述 所以大家不要經常對抑鬱症患者說想開些 而是應該多點關心和傾聽他們的痛苦 最好不加評價、分析或指責 鼓勵患者通過專業治療 早日治癒以恢復正常生活 抑鬱症早期有4個徵兆 8個心境低落、以致活動減退、認知功能損害 沒有明確原因的長期失眠 要預防的話首先要作息規律 保障充足睡眠和保持適當運動 大家都可以通過以下 由美國專名心理專家設計的一套 各種抑鬱症自我診斷表 看看自己可以有多少分 如果是31至45分 就可能有嚴重抑鬱症 需要立即治療 好了,今集講到這裡,多謝收看 多謝,多謝,多謝 多謝